曾经有过的梦想您实现了吗 鼓励孩子勇敢逐梦追梦 第二届DMaker正式起跑 那么报名时间是到 今年的11月1号为止 在启动的记者会上 六组第一届的入选学生 也现身来说法 鼓励高中职的学生勇敢做梦 自己的梦想就不要怕 会更加努力地想去实现 新北市举办首届圆梦DMaker计划 总奖金20万元 希望支持孩子们 让梦想变成成就 从规划团队合作解决问题 让孩子在实践梦想的过程当中 学会如何坚持不怕挑战 进而培养孩子们 未来生存的竞争力 我们有发现 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们有烦恼 但是不知道如何倾诉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透过VTuber 来去解决他们的烦恼 得到一个陪伴的作用 然后我们也希望以一个高中生 然后去讨论高中生的议题 达到一些共鸣 最后我想要带来这一句话 有时你需要的只是20秒疯狂的勇气 我们工作室希望以一个榜样 让高中生们知道 即便是不屑实践梦想 也有实现的可能 然后还有感谢圆梦记 后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实践我们的梦想 而我们这一次成果发表的主题 是拍摄的纪录片 片名是裴雨美的女儿 三位新成员之前 从未参与过影像创作 但她们不辞心劳的学习新知识 令人佩服 在拍摄期间 也付出了许多的努力 我透过这个纪录片 跟我妈重拾了母女间的从容 因为从小到大 父母离异的关系 我跟妈妈其实没有太过的亲密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中 我陆续前往各地的国中小及高中 寻回放映我的生命经历 让不管来自各家庭的孩子 都能透过纪录片 来了解不一样的人生 不论是纪录片拍摄制作 或者是打造虚拟网络偶像 这群学生正值15、6岁的年纪 也正是爱做梦的时候 圆梦计划带他们实现梦想 看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欢迎我们所有新北市高中职的孩子们 我们的第二届圆梦DMaker启动了 希望你们把握我们在113年11月1号 以前能够参与报名 那这一次我们的第一届的成果 非常的亮丽 能够让高中高职的孩子 展现他的梦想创意 跟多元的议题社会责任 跟未来趋势 在人文跟科技方面 能够表现得非常的卓注 我想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 看到孩子的最棒的一个回馈 成果发表会上 六组学生以半年来的时间努力 将梦想一步步实践完成 过程中梦想不止成就了自己 也借由圆梦计划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第二届圆梦DMaker计划 已经正式的启动 报名时间到11月1号为止 今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